第二十二章 姜牧挤着眼看了一下梁烟 还以为他听错了 多少万 梁烟没有感情脸 继续重复一遍 八百万 姜牧顿时吓得腿都软了 不可置信的看着梁烟 烟啊 你是不是跑去裸带了 梁烟无语 看了一眼姜牧 然后把陆凌晨的电话内容跟他说了 哎呦你吓死我了 姜牧松了一口气 然后又一脸疑惑的看着梁烟 你那么不想欠他人情呀 所以年纪轻轻就宁愿背负八百万的外债 梁烟耸了耸小巧的鼻头 有些不满陆凌晨管他的闲事 都离婚了 当然不想了 音频之上第一期观众的反响很好 收视率在当晚同时段排名前三 许家梵和梁烟的校园短剧 网播量是最高的 再加上现场评委的一致认可 两个人顺利进入了下一轮竞演 梁烟在两轮竞演间隔之间 跑去跟陆凌晨离了个婚 没有了陆凌晨老婆这一层身份的加持 节目组大感痛心 本来以为梁烟就要就此凉凉了 结果又突然爆出一个吸血鬼的老妈 以及梁烟悲惨心酸中又夹杂着那么一丝丝好笑的举重童年史 再次霸占了两天热搜 试想这个社会谁身边没有两个极品亲戚啊 而梁烟的这个极品亲戚呢 却是他的亲妈妈 大家见惯了那些从小被抛弃的女孩 长大之后又被抛弃他的亲生父母 找上门来按头认亲 女孩呢只能被舆论按头相认 从此又多了一对 没有养过自己的爹妈要赡养 这些新闻呀每天层畜不穷 直看的人心中冒火 直到梁烟的妈妈跳出来要钱 梁烟毫不圣武决绝对态度 让人拍手称快 心里的一口憋气啊就顺畅了 梁烟的路人员 蹭蹭就一下子就上去了 于是梁烟在银瓶之上的第二轮敬演 甚至有一种万众瞩目的感觉 粉丝和路人都摩拳擦掌 翘手以待 等着要看梁烟如何表现 彼时梁烟看着自己超话广场上 还有狼牙粉丝群里 嗷嗷等着他节目的粉丝一阵蛋疼 这人吧 总喜欢平常低调一点 然后突然有一天 亮瞎全场 有时候啊 事前的关注太多了 等待着的人呢 就容易背上心理包袱 压力太多了 有时候就不容易表现好 梁烟再一次来到水果电视台录节目 上一次他抽到的剧本 主题是校园 这一次呢 抽到的则是武侠 梁烟只拍过仙侠剧 没有拍过武侠剧 武侠和仙侠剧 虽然字面上只有一字之差 实际上呢 却差别很大 仙侠剧主要看男女主角 美美的靠着薇亚 飞来飞去就行了 打斗基本都站在三米之外 灰灰胳膊 然后靠特效 后期剪辑 但是武侠剧就不同了 武侠剧没有特效 顶多是吊吊薇亚 光是靠着主角 真才实学的动作戏 在剧组拍戏时 倒是能用武侠剧身 可是现在是节目敬演呀 不可能用剧身 节目组还特意拍了一条 梁烟对着排练式 愁眉苦脸的样子 这次跟梁烟搭档呢 是跟他同龄段的周雨琪 周雨琪同心出身 只是近些年不太火 年龄呢跟梁烟一样 个子却比他矮了半个头 皮肤白眼睛大 说话尾音带着南方人的点 娇娇弱弱的 让人很有保护欲 梁烟和周雨琪 并肩坐在排练式的木板上 一人面前摊开一个白花花的剧本 周雨琪看着他跟梁烟 抽到武侠剧本的时候都快哭了 剧本主要讲述的是 两个江湖女侠 因为同时爱上了一个男人 而引发的故事 故事中有一大段 两个人的打斗戏 武术指导说的时候 是可能要吊威亚 梁烟也快哭了 看着身旁仿佛手一捏 碎风一吹就能倒的周雨琪 想自己怎么跟他这么倒霉啊 两个女的在一起抽个什么宫斗的 什么生活剧本的多好呀 拍武侠 就周雨琪这小身板 谁能打得过 梁烟姐我们该怎么办呀 周雨琪哭丧着脸 或许是因为童星出身 从小就在剧组长大 周雨琪见谁啊都喜欢叫个姐 尽管他还比梁烟大两个月 没事没事 梁烟努力让自己淡定 伸手拍了拍周雨琪的肩膀 像个男人一样挺直几倍 周雨琪已经这样了 他要是再撑不起来啊 两个人估计又得凉凉了 梁烟不想这么早就结束比赛回家 这个节目除了能在电视上 露个脸之外 还设置了奖励 赛城中段的奖励 是跟某个神秘巨星 同台标系 外加拍广告 最后的奖励呢 是水果台自制剧的女医或者男医 这每一条啊 对梁烟都有诺大的吸引力 拍广告有代言费 演自制剧有片酬 他现在还欠着人家八百万呢 梁烟一想到金钱就有了动力 拍拍屁股从地上站起来 然后转身递给周雨琪一只手 走 咱们去练习去 周雨琪抬头看着梁烟 撅着嘴 梁烟笑了一下 没事 不是有武术指导吗 加油 咱们好好练 争取都晋级 周雨琪听到之后 咬住下唇 伸手跟梁烟的手握住 然后梁烟一个用力 就把周雨琪从地上拉了起来 一天之后 迎评之上 正是在水果台一号演播厅开始录制 梁烟跟周雨琪都化好了妆 换了衣服 紧张的在后台等待 两个人都是同款古装 衣服裤子 以为有动作戏就收得很紧 不同的是周雨琪的头发 一半盘起来 一半披着 发脊上插了一个金簪 而梁烟的呢 则是把所有的头发都竖在头顶上 然后带了个小头冠 梁烟化好妆之后 还对着镜子自我欣赏了好一阵子 越看越觉得自己这副扮相十分英俊 不是漂亮 是正儿八经的英俊 上一组竞赛嘉宾结束之后 马上就轮到他们了 威亚师正在最后检查 两个人身上的安全措施 周雨琪紧张起来 她排练时好几个动作都出错 特别是中途被威亚吊起来的那一段 根本保持不了平衡 梁烟也好不到哪去啊 她刚才在后台看了一眼乌泱泱的观众席 知道他们好些人啊都在等着自己 心理包袱挺大的 主持人说串词 舞台上的道具已经准备好了 帷幕缓缓拉开 观众的欢呼声响起 梁烟跟周雨琪互相对视一眼 算是互相给对方打气了 前半段闻戏 由于是主人公都是江湖人士 所以选宁的故事发生的场景 是在夜空的屋顶上 屋顶是演播式的声量台搭上去的 给两个人配戏的男演员出场 引发梁烟和周雨琪两个人的争执 两个人争吵中的情绪层层递进 直到剑拔弩张 然后开始起了招 屋顶打斗部分呢 两个人配合默契 记着武术指导的交法 见招拆招 两个人演艺中的打斗越来越激烈 梁烟往后缩到屋顶角落 纵身向下一跃 威亚在他身后拉起 整个人轻飘飘的完美落地 紧接着周雨琪饰演的角色也要跟上来 周雨琪排练时 这一段练的是最久的 他有轻微恐高 每次跳的时候腿都发软 但此时还在戏里 周雨琪咬了咬牙 也纵身跟着武术指导设计的动作 跳了下去 梁烟在地面站稳 然后抬头看周雨琪 正式表演和后台排练的道具是不一样的 做得更逼真 周雨琪一跃而下时 动作有所停顿 古装依附后摆 就被道具的屋檐脚挂了一下 周雨琪突然就被刮了一下 落下的重心顿时不稳 身子都已经在半冲中偏了 而后面的威亚师不清楚前面舞台的情景 还继续往下放 周雨琪自从失了重心之后 立马就慌了手脚 眼见着就要直勾勾的摔到地上了 吓得眼睛紧紧闭着 梁烟觉察到了周雨琪出状况 冲了过去 现场观众都呆了 只见梁烟刚落地 立马向后转了两步 然后伸出手 把后悦的周雨琪 稳稳当当的接在了怀里 他抱着周雨琪 重心一压 为了泄力 顺势在原地转了个圈 梁烟没有想到 周雨琪小小一只 其实还挺重的 他继续挂着戏 还没有演完 于是面不改色的 把周雨琪放到地面上 干脆省略 他们在地面上打斗的那几招 直接剑指周雨琪 说起了台词 周雨琪晕乎乎地转了一圈之后 也反应过来了 看着梁烟的动作立马会议 接着继续演 暗夜行杀青 陆凌晨在水果台 录访谈节目 休息的时候 有工作人员窃窃私语 陆凌晨的前妻 今天也在隔壁录节目呢 梁烟 陆凌晨记得梁烟参加了一档 游戏竞技类节目 然后呢 第一期就在节目里 搭了个CP 陆凌晨想起那场 梁烟的会心一撞 vs梁许燕凡 CP粉的私逼大战 脸就黑了 他找了顶黑色的鸭舌帽 扣在头上 然后来到隔壁的演播厅 黑漆漆的观众席最后面 准备看一眼就走 陆凌晨瞄了一眼舞台上 愣了一下 以为自己眼睛看花了 然后眯着眼 又仔细看了看 这一下看清楚了 所以梁烟 郑公主抱着个女的 在舞台上 转圈圈